委員可以幫我們說一下說 現在那個徐曉星他去算說 那個明天企業買一劑BNT大約是630 那就質疑說這個高端是明顯就買貴了 可是包括說衛福部 就是王必勝跟薛瑞緣 他們剛剛都否認說不用買貴 而且說這個是錯誤的推算 那會不會覺得說 在衛福部還是在替程中就有東西 高端怎麼能夠跟BNT比 BNT是做過完整的三期試驗 得到了100多個國家使用 也獲得WHA的認證 高端是用一個免疫桥接呼嚨三期 而且全世界也沒有多少國家認可 更沒有得到WHA的認證 而且他在國際間摯愛男行 全世界唯一的買家就是蔡政府 所以其實我想現在指揮中心 他說當時買不到BNT 結果現在竟然要去檢討 當時四處為國人健康奔走的詞技 要跟他比價 那我想這個實際他沒有花任何工糖是捐贈疫苗給台灣人民 結果王必勝竟然現在還要去管到說捐贈疫苗的價格 真的讓大家大開眼界 委員昨天TPPS公布最新民調你領先陳時中十個百分點 而這位民調會審視說王真正在他的內湖本命區好像大抵 委員怎麼看 其實民調都是參考 我想對我來講就是把握寸夏的最後這二十幾天 持續地端出政策牛肉 盧全市長在上個星期也特別來我的市民基地開箱 那他也特別談到現在選票還在選民的手上 那怎麼樣能夠堅持到最後一刻 而且持續爭取市民的認同 將支持度轉化為投票 我想這個才是現在最重要的 我會一步一腳印 深入基層 讓我自己成為市民心中最好的選擇 委員總來看昨天總統幫陳時中廟口開獎站台 那他是站陳時中有擔當 而且有領導力 那還說我如果不是總統的話 就會去當你的青年局長 或者是國際局長 你怎麼來看他這樣的發言 病急下猛要 蔡總統辛苦了 委員怎麼看昨天陳時中公布競選影片 所謂宣誓解決內湖的交通問題 要推動提點交流到 廣基隆閘道的改善計畫 內湖交通的解決 一定是要多管旗下 建設跟管理並重 任何硬體的建設 絕對是要考量到整個工程的可行性 也要經過交通專業的評估 我想這個部分 絕對不是說平面交通道路不塞 但如果塞在高速公路上 其實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內湖交通篩水的問題 委員我想問 就是凌晨早上又發問說 遇到救護車就是要讓開 然後是小朋友都懂得道理 還要花時間叫委員 然後他們說 那個影片是謝國良的臉書找到 所以你們自己拍到證據 還說是造謠模 可以是把大家當白癡嗎 然後想問委員怎麼看 面對質疑 我們就好好的把事情說清楚 還原真相 昨天這個事情 其實從影片當中非常清楚 謝國良團隊第一時間 就讓整個團隊離開整個主幹道 而且確認救護車沒有要移動 我們就直接立即到棋樓 然後呢 直接到內市場 直接第一時間做了相關的這個處理 而且我們在完全避開主幹道 一直到救護車離開 所以我想我們在整個過程 完全配合救護車相關的救護指令 相關的規劃 也絕對沒有影響到救護的工作 那面對質疑好好說明清楚 直接面對還原真相 絕對不會像陳時中一樣 面對疫苗採購的質疑 就把合約封城30年鎖進黑箱 也絕對不會把自己的車 當成執行的救護車 連闖三個紅燈 委員怎麼看林昌祖說 講您跟這個江西城不參加IPAC的規劃 IPAC就是以國會議員個體加入的國際組織 我們沒有人阻撓林委員的加入 那個別委員要加入個別組織互相尊重 那林委員也不需要為了陳時中助選 而刻意的抹黑做政治操作 委員那您之前在批空 跟他打表著28次 您身影的25次 在立法院我們審查同婚法案的時候 我堅定投下贊成票支持婚姻平權 我也響應彩虹平權大平台 不分黨派公開表態支持婚姻平權 我也會持續關注同志的議題 那民進黨也不需要混淆視聽 這不會改變我堅定的立場以及事實 徐曉晴昨天有幾點爆料說這個民進黨搞什麼 還有陳中文團隊跟內服分局長立婚 怎麼來看這 這要請教徐曉晴一文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謝謝